明星基金经理加仓的平安银行 杭州银行等 实际没那么香 近日 杭州银行 常熟银行 平安银行纷纷披露三季度业绩报告 从经营业绩 资产质量等关键指标看 三家银行业绩各有亮眼之处 据平安银行三季报披露 明星基金经理张坤管理的一方达蓝筹精选和一方达优质精选两只产品 纷纷加仓平安银行 成为该行前十大流通股东 台报显示 截至今年三季度末 平安银行的关注类贷款为407.86亿元 较上年末上涨37.3% 关注类贷款占比为1.37% 较上年末上升0.26个百分点 对此 平安银行副行长兼首席风险官郭时邦表示 主要是受到保能贷款影响所致 目前该行已对保能不良贷款 进行足额拨备